疫情发展至今令人瞩目的玛德尔公司即将进入三期临床阶段 并开始在全美包括休斯顿地区招募疫苗试验受试者 请看详细报道 疫情发展至今令人瞩目的玛德尔公司即将进入三期临床阶段 并在休斯顿及周边地区招募疫苗试验志愿者 专家指出二期试验结束后 疫苗的安全性亦有保障对有效性也很有信心 根据目前消息指出 该公司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都在人身上产生了抗体 此外将这种抗体提取出来以后 也有能力结合病毒并使病毒失去活性 全美有将近三万人都将参与这次临床试验 德州药物开发中心预计在德州目击一千人参与 参与者有机会获达最高两千元